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回來繼續收看季中冠軍賽 來到今天的小組三第二輪 第二局了 今天第一局的比賽裡面的SKT是 琴群 琴群應該沒問題 琴群的TSM 馬上來到今天第二場的比賽 技嘉陸戰隊要來對抗的是閃電狼 那麼我覺得這一場比賽 我姑且不論技嘉陸戰隊怎麼樣 閃電狼已經是生死局了 說實話 對 如果這把再輸的話 0-3後面就算是三把全勝 就是 呃 再把他打本 應該總共十局 就是 但第一輪如果零章賽你是輸掉一半 對 於是你第二輪包含了你對SKT的這一把 如非閃電狼能再度的像以前一樣就是擊敗SKT 要不然出現的可能性就變得非常非常高 沒錯 對 而且這一場比賽是比較少見的是 風格特別類似 幾乎是完全 貨車方是完全一樣的隊伍對撞 我覺得這樣撞起來的話 就跟我們說第一天的局勢一樣 就中野大概都很強 而且絕對是隊伍的完全核心 但同時上路又是一個位置數 很有可能是兩邊的上路誰能扛住壓力才能贏下這一局 我覺得很像我們前面在討論的就是說 這一次除SKT以外 SKT就規格外不講它 但是除了SKT以外 大部分的隊伍都是中野不錯 然後中野蠻強的連動 但問題都在於說大家中野都碰撞的時候 其實上單是分出勝負的一個關鍵勝負手 在這一次的比賽裡面 那我覺得接下來我們談這個技嘉陸戰隊 跟閃電黨之間的對抗的時候 其實上單這裡 Stark 我覺得這位選手 他在各個英雄之間的落差比較大 但是顯現出一個點 他敢拿自己英雄詞範圍以外的東西 這一點是我覺得閃電黨這邊最需要去克服的一個問題 因為祕密彈其實不太會拿自己自己引用之外 就輸出型上單其實祕密彈是有一手在打上HQ的時候一手克裂 他的克裂其實是玩得也相當好 所以這我也是覺得昨天打BD在藍色方 在前三手去搶這個克裂其實是做得特別漂亮的一個原因 但是我覺得這個版本特別特別就是說 如果以英雄的多樣性上單是最多的 包含了就劍技我們看到進BAN但沒有出的 以及我們在LP有看過的小魚人 然後現在還有一手加里奧雖然是一個坦型 還有凱南以及傑斯這些英雄這麼多的情況下 上單很難去都金屬這些英雄 其實整個春季下來中單的英雄詞 如果你看全春季賽的話 中單英雄詞很廣 因為中單英雄詞大概在 如果像比爾森或菲克這種等級的選手 中單出過的英雄數量大概是15到17左右 上單大概是12已經算是很多了 出12個不同的英雄已經算是很多了 但是問題是進入到季中賽的這個版的時候 我覺得META稍微比較固定下來 中單英雄選擇變得非常的窄 對 因為很多英雄被削了 南刀以及其他的英雄其實都被削的時候 反而上單的這些英雄一直都沒有受到調整 對 但是這兩隻堆的上路 應該說英雄詞在這一屆的上單裡面 可能還是算偏窄的那種 很容易在BP上面限制 如果這樣的話 誰能設計在BP上幫自己上路 能夠選到一些更理想的組合 因為他們中野肯定都是很強勢 能夠快速擊殺上路的 所以怎麼樣能夠穩住上路 應該是這局比賽的核心 不太說是把重點放在像盲森一樣 因為兩個隊伍的打野不打盲森 節奏依舊很快 對 但是這一把比賽 我覺得盲森應該會是個爭奪點 有可能會被BAN掉 我覺得被BAN掉的話 應該紅色方這邊的壓力是大一點 另外一點我們討論下路 兩邊的ADC其實Betty跟Slay是很像的 都是以維魯斯寒冰這種功能型英雄 所以這種時候 贏一手就是如果你能忽然變正 就像昨天 可能TSN在對方打VD的時候 他可以變一個正 就是說我忽然拿出一個 比如說拿出一個無錫安主打下路 當然這種東西要建立在你的訓練賽裡面 有實行過 有成效 以及你的選手能把握好這套體系 我覺得阿 因為我昨天就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覺得閃電啊 新的這個AD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比NL的表現可能好 但是 他 我覺得因為 就像WD現在有些選手是第一次參加大賽的關係 就是 這個第一次參加大賽的經驗不足的問題 我認為Betty現在看起來也是沒有能夠克服 因為 在LMS的賽事裡面 他是能夠站出來Carry的 但是這一次的集中賽 從入圍賽階段一直走到現在 你還沒有看到AD站出來Carry的話 毛哥講話一個很大的點就是 Betty拿的英雄維魯斯寒冰那種是 擁有主動判斷的能力 就是我們所謂的隊伍的箭頭 對 但是在昨天的第一天的比賽裡面 Betty完全打的跟LMS 在LMS的時候是不同 因為閃電狼的比賽過去在LMS 的確有Betty的加入以後 你可以看到Betty主動的判斷了某些大招 而且給團隊拿到了很大的收益 但是昨天其實Betty的大招是很猶豫 而且包含他的命中率其實也是很低的 對 因為 在這種大場面上面的時候 有的時候如果你要去主動 寒冰你沒有辦法等隊友告訴你射才射 你一定要自己就是 你覺得能射的時候你就要射了 對 那這種事情 這個判斷在一瞬之間 零點幾秒的事情 在第一次遇到大賽的選手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回來說我覺得 Slay雖然在入圍賽階段來講 我覺得Slay有的時候表現不是特別好的 他表現特別好的英雄反而是幾個司馬 就大家都就是共通的一個認知 但他在AD上的表現不能算是特別突出 可是如果你去看數據 我剛才翻了半天就是在找那個數字 就是我剛才講說 Betty大概是17左右 有17%左右的一個團隊輸出比在AD算非常非常低 Slay還有一個平均值22 22大概就是野龜也是22 那特別高的是像Ben Benz他是27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就是AD除了一個輸出率 另外就是一個失誤率嘛 因為他如果不失誤 不被先秒掉 他至少還是能打出一些輸出 我覺得這一場的AD可能責任沒有那麼重 因為雙方的焦點不在於下路拿野區資源 不在於小龍上面 這兩支隊伍都是鬼曲9滾刀爆炸的 小龍是應該更偏向於中後期運營的隊伍會比較喜歡打的 所以他們只要能保證自己 選到一些自己擅長的英雄 在遠距離把自己的功能發揮出來 我覺得可能就不錯 對 其實我覺得總結上面來說 應該就是說 在Ben的前六Ben裡面應該會針對 不能一定不能放給對方的英雄 比如說青天宿的一個狐狸 或者是Maple的一個妖姬 以及盲森那種點 但是這種說觀念就是 在後面的加倍以外以後 你的上路以及AD 那誰能初期拿出一個好的英雄 然後把隊伍Carry到一 然後拿到線全隊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除了我們一直在講的中葉以外 另外三名選手就是可能 在平常是比較 你不能都輸線 對 你要想辦法像剛剛的SKD一樣 就是我告訴你 我的五路都能Carry這把比賽 對 對 對 好 那麼該說的都已經說了 接下來還是要等賽場上分勝赴倫 那一樣我們把鏡頭交給解桌喜 讓解桌喜為我們帶來 比賽的精彩評述 好的 謝謝評論席的三位 那我們的第二場比賽 馬上就要開始了 就是電狼對上技嘉陸戰隊 兩支隊伍在昨天的比賽當中 電狼是0-2 技嘉陸戰隊是1-1 他們戰勝了一局TSM賦予SKT 就像剛才評論席說的電狼這一局 他已經是可以說是他們的生死戰了 因為這個對手雖然說昨天贏下TSM 但是可能對於他們來說是 今天最有機會拿分的 就我覺得是這樣 對於閃電狼來講 這場是必須要拿分的 必贏 必須要贏 對 因為昨天來看 閃電狼的狀態 我覺得沒有說很不好 但只是兩場比賽的處理上 我覺得都欠點火候 而且對於閃電狼來說 還有一個別的意義 因為其實閃電狼是LM賽區 非常突出的一支隊伍 所以他代表的是LM最挺進的實力 大家可能對於他的一個關注度來說的話 今年還是非常高的 就大概在賽前 好像大部分人都認為電狼是有機會 都會拿到亞軍 甚至打進決賽 甚至說拿到冠軍的實力 對 就反而是面對上 JN這樣子的戰隊 不知道他們的一個準備 包括核心 有沒有考慮清楚 來吧 BP開始了 搬人 先搬了咪咪彈 唯一一個拿出來過的上單 輸出英雄可憐 剛才評論已經說了很久 就是上單 可以有很多英雄可以選 但是呢其實這兩支戰隊的上單 就不是那種什麼什麼英雄都可以用的 就他還是有一些英雄非常的恐怖的 然後電狼這邊搬掉的是 技嘉路戰隊在入圍賽的時候 非常愛用的炸彈炸彈人體系 還有一個沒有出過但是一直很恐怖 據說很厲害的一個凱南 然後還有一個九筒第三班 應該是九筒 看看斑斑九筒 我也覺得斑九筒是很重要的一天 這三班我覺得電狼在打技嘉路戰隊的時候 沒什麼好想的肯定是在紅色方的時候必搬 而且現在技嘉路戰隊我覺得這首BP在哪 第三手考慮一下要不要把獅子狗搬了 我覺得要不要把獅子狗搬了捷拉 捷拉 下路這邊是連搬兩手輔助 那閃電狼這邊最後一手搬不搬打野 我覺得這首九筒啊 這時候你搬了打野 對面又是美姿姿 搬了個九筒 肯定要把九筒搬了 昨天TSM面對這個Marines沒有搬九筒 已經藏到了失敗的苦果 而且BP蛋這邊來說的話 也是B對面 一樓你去拿了之後我接下來的話 一個打野一個上單 關鍵最搞笑的就是 TSM昨天是在先打完了一場BO5 然後接單取勝之後還不搬這個九筒 我覺得現在他們要一搶什麼呢 一搶我覺得是寒冰勝手 因為BP 我覺得是艾希 我也覺得是艾希 但是拿了露露 先搶露露 我們兩個瞬間啪啪兩個巴掌 但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BP她的寒冰勝手 確實是比較突出的 有可能技嘉路戰隊在這一選的時候 想到了一些什麼別的招 其實我有點意外的是什麼 就是阿琪是一個特別愛玩卡爾瑪的輔助 這個大家應該有印象 就從無數維賽到現在 特別愛玩卡爾瑪 所以這局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他有可能要打個雙盾四寶一之類的 他至少拿個露露肯定是保打野 因為打野是最喜歡露露輔助的 對 所以露露的選擇的話 肯定是要這一局Levy 把他這個尖刀的這樣一個打野更加 更加更加的尖刀 而且電狼這邊也沒有選擇盲森 把盲森還給你了 這邊我搶一手卡爾瑪 果然是把卡爾瑪搶下來 而且一手的話是直接拿了男槍 但我覺得其實Levy也不一定去拿這個盲森 他其實螳螂也可以 螳螂在打這個男槍的時候 其實如果在野區抓到了的話 其實很強有機會單傷 遊戲等級高了以後吧 對 我覺得遊戲等級高了 螳螂的話 可能不像盲森 還有一手保護的作用 艾希 這兩個戰隊確實下路比較偏功能性的話 艾希加威魯斯一人一個 我覺得閃電狼是不是想好的 這家路戰隊一選的話 有可能會把自己的艾希搶掉 所以第二三選的時候 第一二選的時候 沒有把艾希給拿下來 就直接放了 我覺得更多的也是因為 Betty的威魯斯使用力也比較高 她覺得我跟威魯斯沒問題 我覺得也是這麼強的 對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因為卡馬三選的話 就肯定沒有問題的 她可以在二選的時候 把艾希拿了 但是她沒有拿 說明什麼呢 就是我可以不要這個艾希 就這個意思 秦天柱是秒鎖了勒帆 這個選手也是一個 非常善用刺客型英雄的選手 而且這個戰隊 因為中路能夠選擇 刺客類型的英雄 所以說下路選功能型的 沒有什麼問題 對 就這樣打的 就是我們的輸出重任 其實是中野 我下路提供提供控制 對線打打好就可以了 然後把Maple的招牌英雄瑞姿 要掏出來了 這時候其實你會想到 這半GM的打野好像半不光了 現在剩下什麼蜘蛛女皇 然後芒森螳螂 還有一個蜘蛛 還有一個獅子狗 我有很強烈的預感 電狼這邊第二手 就是第二階段之前沒有選AD 有可能是想下個套 就是他想讓你第二階段 搬掉維魯斯 對吧 搬掉進 或者說搬掉維魯斯 搬掉伊澤瑞爾搬掉路線這種英雄 我覺得電狼這邊是想拿戴衛以AD的 我看這個意思 因為我剛才一直在想 你如果三手不搬維魯斯 那對方肯定要把維魯斯搬掉了 其實昨天我們在回去的路上有討論 就是Betty會不會在今天的時候 會覺得伊澤瑞爾這個英雄很強 是想拿 但是其實伊澤瑞爾這個英雄其實沒有那麼強 他是因為這些用伊澤瑞爾特別強的AD選手 用的好才強啊 我覺得這手是個陷阱 就是電狼這邊覺得我不拿AD 你肯定要搬維魯斯加女警 我覺得維魯斯跟女警是比較科學的 看看這手是不是搬女警 搬女警 然後電狼這邊拿個伊澤瑞爾或者盧仙 萬一人家搬個鏡 我覺得搬女警 我覺得搬女警 這手不可能搬別的搬女警 那我感覺選EZ是可以的 但這個EZ昨天我們其實討論了很久 我覺得沒有閃電狼自己認為的那麼強 我們說真的 就看Betty個人了吧 哇 真的 真的打了伊澤瑞爾嗎 老鼠 別吧 還是EZ 如果真的拿了伊澤瑞爾的話 就是真的想什麼來什麼 對 就怕閃電狼拿伊澤瑞爾 拿伊澤瑞爾 真的拿了 他如果用的好的話 我覺得Betty如果用的好的話 就沒什麼問題 就這局對Betty的考驗很大 對 因為我們昨天一度在講 伊澤瑞爾強 不是因為這個英雄強 是因為Mystic半這些人太強了 是的 就看 而且龜哥在拿到伊澤瑞爾的時候 打得也還不錯 所以看Betty怎麼辦 而且還要看最後一手 咪咪咪蛋的一個選擇 如果說上路再偏向功能型 我覺得這一局的一個輸出 還是很看Betty的 另外這邊 直接拿到節奏偏快的伊莉絲 看上單 Stark在沒有了招牌九筒之後拿什麼 他曾經拿過鱷魚 但是打線的效果不好 還有傑斯 傑斯打線還可以 你說這局 這個陣容 他有沒有可能拿一個能進場的英雄 因為現在陸魯的大招 沒有什麼好配合進場的 你是說小魚人嗎 哎 小魚人很好 家里奧 一定是選一個能進場的英雄 小魚人的話太偏AP 家里奧的話這一手可能 開團就更加強勢一些 還能保人 咪咪蛋這邊 我覺得穩妥一點拿太坦 聖 聖嗎 也就換神系列嘛 我的意思是拿個換神 這就是雙盾寶這個中野了 這一局下落真的一定要發育起來了 而且團戰裡面的輸出 其實挺看EZ個人的一個發育了 個人的一個發揮了 聖真的是最穩的一手做法 我覺得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覺得最後一個 Counterweight 秘密蛋有很多的選擇 他在打這個 就加里奧的時候 他其實就還是有一些英雄可以選擇 但是他選擇了一個聖 有這個英雄的話 可能是在支援隊友 或者讓整體的閃電量 可能更加團隊方面的話 更穩定的一個英雄 而且秘密蛋本身 不是一個愛玩這種 對線型輸出型英雄的選手 他覺得聖 我說實話 昨天拿藍博的發揮 真的不是很好 藍博還有九筒 其實發揮都不是很好 我覺得可能是現在的狀態 缺乏一些信息 需要一場勝利 來給他帶來一些自信 所以這時候拿聖 確實還是比較理智的一個選擇 就電狼這局 我覺得他是跟昨天的這種相比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招 是什麼 就是我們把節奏 稍微放緩一點 因為昨天你會看到電狼 揚上比賽其實都是發動機 我們一直打野發動機 一直是靠著發動機 極快速的運轉 但是有的時候你運轉太快 輪子還沒跟上 發動機轉太快 輪子跑掉了 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今天就是 整體的行動我們放慢一點 閃電狼是有很充足的 戰勝對手的經驗跟大賽經驗的 所以他們願意放慢一點 我們哪怕前期 別想把節奏打那麼快 但是我們可以穩穩地 把比賽來到中後期 我們有一個中後期 比較有競爭力的陣容 再去跟您打 就看到現在這個小組賽裡面 有兩支戰隊 一個是電狼一個是G2 就是這兩個戰隊 其實一直在找自己 更合適的一個打法 就G2其實昨天也 在最後拿出了一場 前期不怎麼打架的 其實特別有意思 因為閃電狼我們都說 特別愛在中期去打節奏 但是昨天G2說閃電狼 採訪的時候就說G2 成長喜歡去慢慢的打 但我們就選個比他更慢的 就讓我們終於緩一下節奏 然後看一下下路究竟 能夠發生什麼樣 對 昨天我覺得 電狼輸那場完全是因為什麼 打到後面陣容不行了 打到後面 勒夫蘭跟獅子狗沒用了 但這場就不一樣了 這場打到後面 男槍跟瑞斯是很強勢的 來吧 今天的第二場小組賽 藍色方是來自GPL的GIGABYS MARINES 而紅色方來自LMS的閃電狼 就是在剛開始S1 S2的那會兒的時候 這兩個賽區是一起 是的 所以現在就是一家 其實這個阿喜如果大家看的 看的比較準應該知道 他是原來西貢小手隊的這個AD選手 是的 是的 這兩個戰隊其實真的還蠻有淵源的 對 就從一個宗派分出來的兩個支 對吧 可以 這個比喻比喻的非常好 四人抱團這邊做一下視野 同樣的閃電狼這邊也是應該要做一下 一級打野的一個就偵察野 對 就是在針對有南槍出現的時候的比賽之中 經常會遇到的一個情況 基本上會去針對一些一級的套路 去做一些文章和視野 這樣的話去到你的F6旁邊去放了 雙方都是在對方的野區裡面放了眼 看了一下紅 應該是對另外一個人打野路線的一個 預計 猜了一下 對 這還是想要去先把你的F6刷了再說吧 沒有 在這個地方看了一下 這邊中路的話一級是帶了一個掃描的 直接把下路這個眼給排了 這什麼意思啊 不要下路了嗎 哇 這麼兇的嗎 大招啊 GM下路組合不來去搶你的F6 搶你的野怪 然後打野自己打自己家的野怪 然後要換路了嗎 哇 這個版本換路很少見啊 因為8分鐘之前 你推塔的速度肯定是比較慢的 因為防禦塔除了下路其他路都有保護機制啊 對 我這個套路是怎麼想都沒有想到的 GIGABASE MARICE在7.8版本打出來了一個換路 哇 BB帶很危險 交閃現 點燃 沒死 湯姆斯 湯姆斯 身上是三個回血豬 但是要回家了 而且這一波要不要交TP 反正他的經驗可能吃不到的 我覺得他經驗老到了上單 但這時候不會交TP上來的 他肯定走上來的 一級過來的話 家裡奧也是很難受 下路這邊看一下 很久沒有看到戰隊要處理換線局了 蒙逼了 閃燈狼這邊直接蒙逼了 什麼情況 這什麼東西啊 真的 什麼情況 怎麼就換起線來了 另外這邊自己的紅還是可以保證掉的 這樣的話 三級了 三級了 他打也已經領先了 就下路的防禦塔 我覺得無論如何 閃燃這邊都應該會比較快的推掉 因為畢竟 你前八分鐘沒有保護啊 下路 但是你仔細想一下 實際上鬼這個英雄是不是在守這個雙線的時候特別強啊 我並不認為能強到可以堅持到什麼自己上路先推完 我不太信的 等級不夠 主要是技能等級不夠 但是相對來說這個英雄是有這樣的特性的 所以這段時間必須要推掉 反映這如果實際上鬼等級高了以後你就更推不掉了 現在召喚一下打野 下路的話是兩個人上路這邊秘密彈還是自己一個人 打野去守TP過來強行推 這個不太合理吧 一級的一個秘密彈已經選中了 哇 這不給你撐到兩級 曾經我們在說處理換線局的時候 上路這邊雙人路控一波兵 然後直接叫打野中路一起過來躍 但是你塔還是推不過啊 甚至要TP回來 就是我覺得GPL今天這個戰術看起來很一二五很花哨 但是有一句話叫做 賺腰和不賺買 他們如果 如果他們再賺一點點的話 其實這個就起到了一個止損的作用 就可能是推不掉塔 但是其實這個衣血是拿到了 就有一定程度上的衣血塔這個損失就已經阻止了 哎 但這波還沒有推掉 還沒有推掉 這波還沒路換回來了 下路線換回來了 拿到一個衣血的優勢之後換回來 但下路方塔的血量已經非常低了 而且這段時間帶來的收益就是 腎的發育非常非常差 是的 伊卓爾沒籃了所以必須要回家 伊卓爾已經沒有籃了 不過艾希的補刀也不多 不過有個衣血補充 經濟上跟EZ差的不是很多 對 主要是正常情況下 卡塔這時候肯定是在下路 幫忙自己的雙路去推塔的 在如果以前的這樣的一個換路的節奏裡面 但是這一盤的節奏是有點影響到他的打野了 對 我覺得還是因為近一年都沒有練過這種東西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對 有點意外 就有點 有點懵B了 現在看起來還是挺成功的 雖然說沒有 就是防禦塔的血量還是虧了 我覺得簡單來講 一句話形容 就是犧牲一下下路防禦塔的血量和刷肉的發育 去拿一個衣血 對 對不對你這麼說吧 欺負了上路 欺負了咪咪蛋 欺負一波腎 對 而且主要是兩邊打野 因為這個馬瑞絲是率先想好這個戰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蜘蛛的思路是比較清晰的 我刷完直接來下路陪上單守一下線 給上單TP上去抓的機會 但是 夸薩拉這邊是稍微有點懵 夸薩拉覺得 我要不還是先刷吧 畢竟我是個男槍 我要不先刷吧 我覺得讓比他是這樣的 雖然說這個花道路並沒有賺到很多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覺得GM給我們帶來好多的驚喜 就我覺得挑戰了一種思路 因為當時在版本改動的時候 改動成這個防禦塔8分鐘的保護機器 就是為了避免換線的出 就是為了不讓換線出現 對 因為換線前期的對抗性沒有那麼精彩 但是我覺得這場比賽的意義就在於 陸戰隊是挑戰了這個思路 而且其實那個時候我們解除掉換線這種打法 也是因為希望把比賽在更早的時間內進行一個 能夠分出勝負的一種感覺 但這一局來說的話 居然其實前期 確確實實是占到了一點小便宜吧 不能說特別大的便宜 換線是為了保發育 是為了讓比賽不走 就是讓烈士路 哎 這一下節儉沒節儉到 而且Casa打出了一個風暴起手 交出了閃線 Lavy 飛利走掉下路 同時也打起來了 打得比較混亂 這邊斯大哥在塔下被連住 交了閃線 躲掉了防禦塔 最後一下傷害沒有被殺 很主動 而且這個加里奧 現在已經不在線上了 這一波閃線上賺的還是蠻多的 而且現在的Casa好像在等啊 沒有看到一個中單過來了 哎呦連到了 Casa有點危險 連到第一下 但是好像沒有大招 沒有額外的技能了 Casa這邊打一個蜜劍果實想去吃 核刀訓間線先吃起來了 但現在核刀訓間線不會像剛開始那樣站了很久 他站一下就走了 吃一口 吃一口一先吃 滿久的 以前就坐在那個果子上好吧 很煩 你不把他打死的話 他不走 Casa也倒伍 這樣現在需要關注的就是 防禦塔的血量 下路本身因為主動換線 防禦塔的血量比較低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剛剛收看這場比賽 之所以血量這麼低 是因為這個馬瑞斯選擇了一個 基本上我們已經有一年多沒見到的換線打法 在前期 而且換的不是很徹底 不是那種換塔的換線 是換線靠TP拿對方上單的一血 然後再換回來了 是的 這一波GM找到了一個伊特爾回家的機會 配合自己的下手雙人組 過來反掉了這個藍buff 剛才那波也是因為露露交雙招打了一套 伊特爾選擇打得很低 必須要回家了 是的 拿點小資源 自己這邊還保住了 插了個眼直接回上線 就這個眼不需要排 因為其實真眼差 控制手插下去以後已經沒有視野 是的 但現在其實就加利奧來說的話 有幾鍋往中路的一個遊走 等級上面來說是維持住了 但是其實他個人在線上還是 沒有三段籃之間是扛壓的 對 加利奧現在想的肯定是 我不管別的 刷線的同時 讓你剩沒有辦法大出去 本身這個嘲諷的 而且雞飛也可以去打斷剩的大招 對這個正義充全 兩個控制嘛 打斷剩 輕而易舉 我覺得輕而易舉 輕鬆 只要你在我視野裡 就不可能飛走的 秦天柱一波遊走 秦天柱這波過來 是密彈早有發現 中路也是給他爆了miss的訊號 趕緊撤 這個兵都沒有攤 這說明警覺性還是比較高的 對 因為這個時間段 剩本身發育已經慢慢追上來的情況下 如果再被擊殺太傷了 他一定要扛過這段時間 因為現在就有魔抗 但是沒有血量 他要出一箭小箭 這樣的話基本上不太會死 就這個時候就耗線沒問題 但是被干渴還是很難跑的 一旦被干渴還是很容易死的 他存款很多 還沒有消費 對 這個時候要忍住 又有TP主要是 下路這邊過來的話 兩個人 邀姬 線上還是很舒服 打這個瑞茲 帶的TP的話 支援也比較好 在等級比較低的時候 其實Maple 大招也只有1級 而且現在就打野來說的話 還是在速刷的一個狀態當中 男槍這邊是上到了6級的 不給邀姬藍嗎 這兩個人都不給 我覺得這也是因為 他覺得不太需要 我剛才還有另一點想聊的 就是雖然換線已經過去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展開一點點 就是既然在換線的選擇下 那為什麼這個Lavage這個蜘蛛選出來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換線 其實打野如果是一個前期剛才能力很強的 因為說他不太好有收益 我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蜘蛛的設定是什麼 還是因為真的 打野被搬完 他覺得沒什麼可選的了 我們都看看就知道了 程度上 蜘蛛比較好配合月塔 這是一點 來了來了 對 這是一方面 剛剛說完已經TP過來了 給TP了 這摸是一個三包一在塔下 先是杜朗弓盾嘲諷到節儉 正義出拳打起來 戰爭高峰打傷害 勒弗蘭過來 之後BB蛋這邊還在塔下 但是跑不掉了 人頭被擎天住拿到 那現在就要比誰拿一雪塔更快 下路這個防禦塔已經快掉了 還是神電狼拿了一雪塔 這個是一上來換線所帶來的小隱患 但這座防禦塔拿完以後 其實通過這兩個人頭 已經算是直鎖的 就還是領先 我覺得不只是直鎖 還是領先現在 下路還可以拿條水龍嗎 電狼這邊來說的話 有機會 因為畢竟現在打野不在 上路這邊如果要帶到二塔的話 剩下趕緊去守一下了 這樣下路推掉防禦塔之後 電狼也是及時的過來拿到水龍 水龍拿掉 現在的這個交鋒的話 雙方其實還是比較平均的 有這一千的經濟優勢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誇張 這個水龍已經足夠彌補了 水龍是一個前期 我覺得還是收益比較高的一條龍 尤其是對線期嘛 就對線期如果比較長 而且水龍其實我現在認為啊 就很多時候他回血都不是重點 對線期回籃很強 對很多意思來講 對線期回籃真的很強 尤其這兩個都沒拿籃的中單 我跟你說 你會覺得血滿的話挺穩的 心態會好一點 就玩過的人都知道 就相當於你一條水龍我覺得 就有點相當於你只要沒有對拼 你就一直在磕個血平那種感覺 對 就很舒服主要是 有一個梗可以說一下 勒夫蘭這個皮膚是 集中冠軍賽的皮膚 這是去年出的那個花仙子那個皮膚 就是集中冠軍賽 長者之三勒 所以算是給自己一個buff嗎 然後這皮膚出來你知道我個人認為啊 這皮膚有點像那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個 有一種很大隻的蝴蝶 就是有一種很大 尤其在南美 大家紛紛表示不知道 就是很大隻的蝴蝶 這個皮膚有點像那種很大隻的蝴蝶 大家紛紛表示知道帝王斑蝶 那這個應該算是刺蝶好不好 不討論這個了 我還知道帝王之眼 中龍之眼要包過來 還下次有一個 說在爾特先過來看一下另外的選擇 大招被閃線躲掉了 兩邊都是分割戰場打起來了 卡紗吃到了剩的大招 剩的這個嘲諷 嘲諷到了蜘蛛女皇 但是加里奧也下來了 哇這個時候英雄登場 閃線嘲諷到兩個 閃線到兩個 敵人看起來要倒了 側面阿希還在留 閃線過來這邊一個鏈子閃線過去 連到了鎖長 他沒閃線了 這波沒有閃線了 連續陣亡兩個人 沒想到加里奧 我覺得這波是真的沒想到加里奧 這波真的是英雄登場 英雄登場 真的是英雄登場 這波沒有想到加里奧 咪咪彈那個位置一下來覺得我這個誤打四 一馬當仙嘲諷就上去了 咪咪彈其實很想要去轉一點 對 完勝的都知道大招下來真的想要去轉一點 但是他沒有想到加里奧來的這麼快 這一波自家也去打了個出棄不易 而且軍人其實這個套路來說的話 前期確實是幫到了加里奧的一個發育了 角色情編出在側面 把卡桑的所有的技能全部都騙了 同時打到半血也很關鍵 對 本身來說有加里奧的隊伍 特別是上路加里奧 其實他們打團的強勢期不會來的這麼早 12分鐘 這波打完 蜘蛛領先拿槍兩級了 就剛才那個情況 蜘蛛直接往那個F6的最裡面最深處 對他往裡一轉 往裡一轉 你來打我呀 你來打我 來 來 來有去無回 來看一下這波是怎麼回事 本來是一波埋伏 但是 蘇仔爾先被愛心瞄準 閃現躲箭 然後側面兩邊都是中野對拼 但這個時候剩下來的 想要占便宜的想法被加里奧完美破片 嘲諷出手 看一下 英雄登場 一個超高的雞飛 雞飛之後 咪咪彈雖然交閃 但被閃現杜牢護盾嘲諷到對方兩人 雖然是Maple有一個進化可以解了跑 但是咪咪彈就沒那麼幸運了 DF20一起交了 那後面基本上沒有辦法反擊了 因為前派已經不在了 輔助又在側面 根本跟隊伍有點脫節了 已經脫節了 就這波團看得出來 就閃電郎還是準備去接的 覺得還是能打 Solar的剛才那個位置也是準備再接應隊友 再跟上W 是的 那這一波團戰打完了以後 兩邊的這個經濟差了 而且現在場面上的這個優劣勢還是比較明顯的 好來看一下 這是在play in 也就是入圍賽的時候 GM的中單 先看這一波單挑 鏈子連到 趕緊打出風氣之後 沒法趕緊跑了 這一盤 我覺得這個妖姬跟瑞茲的對決 跟昨天的有點不太一樣的 點在於出裝 就是昨天 對 昨天是出的 昨天出的是鬼輸的一套 鬼輸加上這個深淵拳杖 就是傳統 咪咪咪咪又過來了 鏈子煉住 Solar的側面 Kata的旋斜很低 一箭面撞 被露露的雷霆傷害 帶走天羅帝王 真是再次出現了 現在野區很危險 基本上妖姬一個靈活性 又後面繞過來 鏈子沒有遺到 但是 那加利奧有點肉啊 冥冥蛋 W已經沒了 殺了又死掉了 冥冥蛋已經0-4 動不了 這波是節儉 接正義衝拳擊飛 接杜朗霧的嘲諷 根本動不了 完全動不了 而且這個勝我們都在講 他本身發育就沒有那麼好 然後他現在補這個提亞馬特 我覺得真的 現在上路跟中路的等級 冥冥蛋跟對方中單 秦天柱的等級 差了兩階了 這其實是 差距蠻大的一個等級 我們說剛才打椅是差兩級的 是 來了來了 取境折躍 這個位置是去三角草區帶上路的線 現在 閃電狼能夠依靠的只有Maple 看一下這波是怎麼回事 秦天柱這邊踩過來 幻影枷鎖 命中打出印記 打出雷霆 遠遠一見魔法水晶劍 命中雖然給到治療 但人頭還是被露露拿到 而接下來 就是秘密彈自認可以提P下來守塔 被對方一套控制 這波其實妖精的技能已經空掉了 但是哇 嘲諷到一個加里奧沒有用 這個加里奧 現在這個加里奧 剛才好像身上只有一個鎖子甲和一個水銀鞋 但是三多藍提供的這個生命值 跟他杜朗護盾的減傷 動不了 根本打不了 對根本動不了 而且現在對於閃電狼來說 很難再去摸到這個艾希了 身後就一個加里奧 一個露露保護其實還是滿足的 現在怎麼辦 現在閃電狼的話 其實後期是有個瑞茲跟伊茲瓦爾這個雙C位的 你必須要等到自己的等級差距沒有那麼大才可以 這段時間真的滿難的 而且夭機打到兩個人頭以後 這段時間的這個壓支力 其實昨天閃電狼 跟閃電狼打過的G2最明顯 就這個時間的壓支力真的很大 是的 這個時候腦子裡面可以想一想 怎麼樣把這段時間 模仿一下昨天G2給扛過去了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從去年世界賽開始到現在 就每年世界賽這個外卡隊伍 他的這些戰術啊 這些打法啊 就真的讓人特別特別意外 而且現在外卡隊伍每一年 每一年的世界賽 每半年一次的世界賽 越來越強了 你想想 去年已經進了八強了 所以今年我覺得對於馬瑞茲斯來講 他們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進四強 其實我們的這個說法要改一下了 因為今年已經是取消了外卡 這個叫入圍賽 對 其實確實是這樣的 GPL聯賽裡面其實真的很多戰隊 來自不同的國家 就他們之間其實平時不打訓練賽 所以在賽前他們有一篇文章說出來 就是彼此之間可能了解都不是很多 更不用說我們打不同的賽區 就大家對他們的訊息收集也很難掌握 很少資料能夠提現出來 比如說加里奧這一手 就是我們賽前沒有想到這個 是的 是的 那我們說的時候 這個瘋龍已經是被GM再次收入囊中了 17分鐘 面對閃電狼 經濟領先了4500塊以上 對 而且現在這個閃電狼最頭疼的就是一個鬼術妖技了 因為整個閃電狼的陣型裡面有一個穩定控制的就是這個瑞茲 這個位置被偽行了 沒了沒了 一個鏈子煉住之後打出印記 煙霧彈給到腳下 還好打出風起趕緊撤 旁邊有一個瑞茲拯救了一下他的隊友 對 但下路的防禦塔還是扎扎實實的被GM推掉 經濟領先到了5000塊 野區現在不太敢進 咪咪彈這個位置在下路應該也是知道有兩個人 騷一下應該要走了 哇這個肾被嘲諷到 嘲諷一下但沒關係 隊友其他的對手其實隔代比較遠 但是其實心理壓力很大 對 兩個人對著嘲諷 你其實想一想這種兩個人對著嘲諷 但斯塔克這個嘲諷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而且斯塔克這個嘲諷是還有減傷的嘲諷 又來了 你拿妖姬真的沒有辦法 這時候只有瑞茲的控制可以去殺妖姬 現場觀眾好像在有機會給到他們應該是 很開心現在 很嗨 哇在玩人浪在玩人浪 下路推進下路的二塔 妖姬也來了 妖姬也來了是五人集齊下路 GM這一波推進二塔勢在必得 瑞茲不在而且這個時候沒有大招 下路二塔剩下半血 等下一波逼線過來 再等下一波逼線過來 這邊側面的話放下一個褲子 首位先把睡也給排空了 新手其實相當的多 艾希 在這邊太脆了 沒護甲被打兩下直接嚇到半血了 一個假妖姬從後面過來了 青天祖在後面 是不是要 我覺得是不是要果斷地去拍下後面呢 沒有辦法儘快解掉了 鎖練命中英雄登場 寶勒夫蘭 打到三個人 哇這波直接靠打過來 迷逼彈的一個嘲諷 鎖練的一個嘲諷 這個就是還往前 其實這一波只是為了逼退你拿草 他已經拿掉了 這一波GM目的已經達到了 哇現場的人浪非常的開啊 一浪接一浪 現在感覺現場觀眾已經沒有在看比賽了 關鍵是現場的人浪一浪接一浪 我們看到瑞茲的進攻也一浪接一浪的 從下路塔推掉開始就沒有給電郎太多喘息的機會啊 本身來說二塔是比較難推 但是這一波一個妖姬的繞後 再加上一個加里奧給的塔下壓力太大 導致閃電郎這一波等來蘇爾拉特 但是也沒有能夠守住這個二塔 我們來看在剛才的數據顯示就是 在LM賽區 電郎20分鐘之前經濟是平均領先的 但是目前在小組賽是落後的 兩個人想動加里奧三個人 有機會深野過來了 嘲諷看一下 杜朗護盾四個人 這個有機會了 沒了吧 這下還打不死的話就過分了 對有太遠了 南昌拿下這個人頭 這對於KASA來說真的是一個大補完 是的 真的是前期落後蜘蛛那麼多的情況下 終於拿到一個殺檔的人頭 也不是殺檔 我想說這個隊伍 GPL支持隊伍這樣最強的點 就是前期領先了南昌一點點 但是蜘蛛女皇刷野生一直是壓制到了KASA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因為南昌刷著刷著 我們都覺得可以把它刷起來 然後這個英雄就在後期能力很強 但是你現在看一下 南昌一直剛才在拿著這個人頭 之前一直被蜘蛛女皇裏 你先練到隨機給出了 啊 交閃線還是被練到 而且技刀減速一下 我跟你說 我們說回蜘蛛刷野這個問題 我就每次看到這個 我就又想到騷分了 果然越南選手打野都是這樣 就刷野數怪高 真的刷野數怪高 而且中期其實也跟自己家中單也是一個壓制力有關係 哦 曲經哲越跑了 這波跑的位置 蜘蛛還想跟一下 但是咱現在做掩護 這一鍵沒射到 那應該是撤了 等一波大招 但還是不得不說啊 現在這種情況 對電狼來講 電狼是要拖住的 因為陣容我們從一開始選 電狼這個陣容選擇 是一個滿偏中後期打團的陣容 所以如果能夠拖住 而且最主要就是大龍別掉 我覺得電狼還是蠻有機會 把比賽拖到後期 然後去打正面團的 要拖一下EZ的裝備吧 EZ現在來說 這個裝備打團傷害還是太低了 我覺得整個的GM 他們打的是相當的 我覺得自信是最大的一點 你看一下陸主這個眼石出裝 紅眼石 紅眼石他沒有任何的物品 他就直接出了一個紅眼石 說明他的野心很大 後期是要出很多使用型的物品 主動使用造具的吧 因為你記不記得 昨天有場比賽 就是那個 激兔的那個翠神 出了一個騎士之士 鳥盾 浩靈之奇 然後乾鍋 乾鍋 還有一個什麼 就五個主動 還要救贖 對一般就是後期把那個綠眼石一敗 然後直接出個紅眼石 然後我們就在底下 開玩笑 我們在底下說 說這把他應該把鞋子賣了 除了紅眼石 我們在底下開玩笑吧 來看一下 先把紅眼石賣了也就可以 回到比賽 龍驅師也被排 這波的話 GIGABASED MARINCE應該在蹲 等 麥波過來 閃電郎在等麥波過來 但是出發了直接被秒了 而且 加里奧的大招也是跟上 巴特加了所有的技能 往後跑才 勉強是逃走了 是的 鏈子剛才沒能命中 艾希的大招這個時候已經快好了 看一下馬上是怎麼選擇 下來是直接開龍還是繼續蹲 繼續蹲 繼續蹲 哇 先把這個藍桌這裡 對先騙掉 這一波有一顆真眼 但是不進場 鬼術妖姬的控制範圍很大呀 這個時候主要是鬼術妖姬的控制範圍太大了 而且 只要鏈子練到 艾希的劍就能跟過來 看一下這波 很耐心很耐心 隔牆趕緊再給一個控制守衛 哎大龍助攻了一下 大龍這一波還是打了兩三下的 好 掃描了一下 Casa一定要很小心 他這個位置如果被秒的話 大龍直接開了 不敢出這個草啊 現在兩邊隔岸相望 居然還是沒有打這條大龍的 穩了一下 這一支隊伍 在這個大龍這邊蹲了很久 但沒有更多的人頭去進帳 這時候下一條小龍也快刷了 是一條蜂龍 現在上路這邊這波兵線帶過來 對於閃電來說 好消息就是這時候 瑞茲一直在穩定的去發育 對 瑞茲的發育並沒有落下 而且這個時候伊德瑞爾也還可以 對伊德瑞爾其實也還可以 但是 這個出裝是先走破敗魔術 就是戰鬥力最強的一條出裝 對 沒什麼問題 這道出裝沒什麼問題 對 蜂龍再被控到 這局對於閃電來講 萬幸的就是 在落入烈士之後 連刷了兩條蜂龍 這段時間閃電狼如果想 哦 即將打到連到 咪咪彈 被節儉 天外飛先過去咬一口 咪咪彈又倒了 沒閃線走不掉啊 在野區 真的太容易被YP抓到機會了 這個聖林-5了 這這個時間已經沒有精力 去給下路的野區視野了 你只能把野區 只能把視野給到大龍這個地方 保證大龍最小小的一塊視野 因為丟到大龍 等於基本上的比賽就要輸了 但是 這時候是沒辦法 他只能去下路帶帶線啊 這個時候 JN下路這邊 給壓力同時 上路這邊還有個二塔 這波沒碰 找不到機會 電狼很 電狼現在很 焦急的想要防守住 但是 馬瑞斯這邊也很聰明 打分帶了 馬瑞斯現在 一三一帶起來了 這個勒芙蘭現在單帶 好像沒什麼人能攔得住 這勒芙蘭只有一個 對瑞斯的空氣能夠空到他 但是又出了一個水衣鞋 又出了一個水衣鞋 中路的三個人已經帶過來了 英雄登場 給的是勒芙蘭的假身 哇 很聰明啊 暴怒超猛的兩個人 正義重拳擊被背提 是大招寶貝提 背提這邊還可以守住了 正面的話 大招是給到了斯雷 斯雷這邊還在輸出 假兩扛了 中路的防禦塔被收掉了 這一波打成一換一是賺到了 這個斯坦克上來是稍 稍微著急了一點 給到了閃電場一點機會 大勒芙蘭的分身 很有想法 他其實把大招留著 他就走了 對不對 這邊有必要大過去 他就很帥 暴怒超猛閃現 可以 有機會 但斯雷這邊被秒掉之後 咪咪蛋能不能活著回去 一個地場 一隻怪一隻血閃現過來 一左耀拿下這個人頭 Betty要輸出這個位置 就說剩下一點血 沒有地方飛 沒有地方飛 交閃現兩邊一起過來 一左耀直接穿牆過來 再來兩下普攻 一左耀三殺 這一波Betty拿下了三殺 閃電場有機會 但是蜘蛛連續前 換掉南槍 南槍這波死了 看能不能拿大龍 交TP 這個TP是來自於加里奧的 看一下能不能 真正像英雄一樣 守住這條龍 一綠彈有TP 但是沒有 沒懲戒 對 主要還是最後 最後真的是Livet這個選手 太出色了 他個人判斷要把南槍給殺掉 這一波如果南槍活下來 大龍肯定要動 而且命好 為什麼說命好 出了個雷霆 他盧燈就是 就因為回生的這件裝備 這波 他Q一下一段傷害 回生一下一段傷害 一個平A正好打出雷霆了 這波TP交過來了 鬼叔要去TP交過來 要找瑞茲 瑞茲這一波Maple沒有 提P過來保 科技向人先減速 杜朗護盾嘲諷到Maple Maple這邊拉不開身位 嘲諷一下能保嗎 有一點難 要反打 秦天柱 這波障礙給得很高 一路也來了 反殺掉了 對方的中彈妖姬跟上彈的加里奧 這一波 閃得來要翻啊 其實 其實現在 GAM整個陣型裡面 只有前排加里奧一個肉隊 看中路這波怎麼回事 中路這波是很關鍵的 本來四個人 但是咪咪蛋嘲諷閃現 收掉了對方的AD之後 秦天柱又被唯一的穩定控制 就是EW的連招給定住 然後蜘蛛這波 深知自己逃跑無力的情況下 閃現過來 起身神經毒素 觸發回聲 再一個平A正好打出雷霆 沒有回聲這一下打不出三段傷害 打不出三段傷害 就出來不了雷霆 卡塔自己都摸摸頭 就這種人形態的蜘蛛女皇 怎麼憑什麼暴殺的 是的 雖然說這波他死了 但是因為蜘蛛女皇 出的是一個純輸出的裝備 所以這反而給到了閃電狼 在烈士的時候 一個翻盤的機會 是的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驚喜的烈士還存在 但是電狼的日子 已經被前五分鐘好過很多很多了 剛才兩波打完 雙C的裝備已經非常非常好了 瑞茲現在這個點已經是在團戰裡面 比較克制妖姬進場的一個輸出位了 沒錯 而且瑞茲的這首深淵水影先補出來之後 勒芬蘭的威脅也沒那麼高了 就他現在只要站在EZ前面 基本上妖姬是不要想去碰這個EZ的 對 而且果然 單替這個EZ也還可以 我們兩個Double被打臉 而且上一波確實是咪咪蛋找了機會對吧 咪咪蛋確實在今天的比賽裡面 找到了自己的一個狀態 就我覺得今天被抓的比較慘 實話實說被抓的比較慘 確實換線三個人三月一真的沒辦法 我覺得 但是其實GM還是給到成這樣 就還是給機會了 等的就是這一波的GM的失誤 我說實話 昨天他們戰成TSM的時候 娃娃米樂在幾時候也提到 說這支隊伍你覺得思路很多 操作很強 但確實中期開始會有些迷茫 就他們的紀律性不是很強 我覺得硬說就是紀律性跟運營的程度不是很強 就都很有想法 可能隊伍裡面的指揮是多人的 其實說白了就是加里奧那一波的大招 月塔那一波的大招就很帥 但是真的沒什麼用 那一波死了以後給到閃電郎機會 就從那一波開始亂掉了 然後包括上路又氣急敗壞 是兩個人過去想要強行殺瑞茲 對那就是中路那一波以後的這個事情 就是連續反應 雪球效應 現在大龍還在場上是個爭奪的點 電郎現在上路這個二塔也守住了 怎麼說這一波 感覺男槍這個位置看到了蜘蛛 四個人追過來 現在隨著時間再往後拖一拖的話 男槍就真的會比蜘蛛女皇要有用了 對而且瑞茲也比勒芬蘭有用得多 在打團的時候 主要是現在盛慢慢肉起來 而且雙系的裝備成型之後 閃電郎這個傳出狀態能看見這一波 又使得秘密彈要秒前排嗎 哇就這個瘦是不是秒掉了嗎 看一下英雄登場真的秒掉了 哇動不了所有的控制 超過三個 就不會過去 大招點給加里奧 看一下Betty Betty姐妹溶掉了 沒有輸出環境了 從後來一定就換掉 這一波Betty已經盡力了 但是因為她沒有輸出環境 還是被換掉了 不小心啊 這一波被艾希打倒了 再一次是打出來了這種 超遠距離開放團之後 連環控制的配合 還好最終是和Betty換掉了Slay 對要不然這波我感覺大龍可能要沒了 哇這個腎 它是水移鞋的腎 就這樣被控制的秒掉 動都動不了 就閃線沒交出來 別說嘲諷 閃線都沒交出來 哎我的天啊 就我跟你說 魔法水晶劍解減變陽被煉主 然後英雄登場雞飛 就完全動不了 完全動不了 水移鞋都沒有用 對 現在怎麼辦呢 這一波剛剛 剛剛 被對方找到一點機會 現在又打了回來 看一下這波 魔法水晶劍解減 幻影鎖煉 然後英雄登場 一萬個技能 直接怼臉上 真的活不了 曹峰閃線三個 真的就是Slay 稍有些不小心了 閃電郎只能走了 而且Betty這個位置 已經是沒法撤退 只能在後面拼死輸出 來 W打過之後一下平A 哎 又找到了一個輔助蛋 伸給大招 沒事 現在局面還是依然來說的話 比較比較好的 對於閃電郎來說 比之前要好太多了 這個勝 其實加里奧還是沒有春歌的 如果接下來的團戰 閃電郎能夠找到一波機會 繞開加里奧的前排 因為加里奧現在也沒有閃現了 如果能夠找到一波機會繞開 或者是忽視掉加里奧的這個前排的一個肉盾作用 去打後排直接打的話 其實閃電郎是有優勢的 對 就依瑞瑞爾也是具備切後排能力的 因為比較靈活嘛 而且 畢竟自己的輔助也可以給整個的隊伍一個比較靈活的一個機動性 哎 是的 瑞茲也有一個傳送門在 就要看找到一波很好的機會 能不能繞開這個加里奧直接去打後排 這波過來勒芙蘭技槍減速閃現槍變陽沒變道 讓曲晶哲悅給交出來了 哇好險 很極限 這波沒破 真的連閻王墊前走一圈啊 是瑞茲現在是不能死 你得中路兵線帶一下 大龍去的一個視野一直在爭奪 現在還是只能給到一些兵線的壓力 但是沒有什麼實質的 實質的一個壓力的進展了 對 就只能去帶線 當然你現在這個鬼術小技的帶線還是基本上是無解的 如果你不出現任何的失誤的話 接著鬼術小技你還是招不死 但是 怎麼說呢 就是你想上高地不可能 對 我覺得就是漸漸的隨著比賽的推移 時間已經變成了馬瑞茲的敵人 就時間已經變成了GM的敵人 時間 再流逝一點的話 他們這個陣容的優勢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哎 蜘蛛這邊被打了幾下 血量還不錯 男槍也是 哦 又射到了 但是射到了這個夸擦 是的 沒什麼我爹 哎 沒什麼打一套 著急 打的確實現在著急 因為也知道這種機會 你愛惜 哎 好像被反打了 這把咪咪蛋直接TP了過來 嘲諷看給他誰 連到了青天柱 對面是斯大可以反手 嘲諷到兩三個人 但閃電腦的正面的陣型還沒有亂 咪咪蛋已經被打死了 要繼續反打 我覺得閃電腦這波可以打 可以打 前把已經被血了 看給Belie 下個Be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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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一定會打到大龍 弄大龍 他怎麼把艾希個秒了 艾希治療數也沒有用 這波還是伊德爾的傷害太高了 伊德爾這一波直接一過來直接秒掉了吧 對 這波龍 从 呃 放了 呃 GM这边放了 哇 这波团战 想让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啊 而且瑞兹直接大招去中路带兵线 感觉还想要有个中路的一塔 真的翻了 翻了 这 现在 现在这个肾已经 慢慢的要比加利奥越肉了 打完这一波以后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要比加利奥越肉 太强行了 这波 这波 这波蜘蛛 这波蜘蛛是一个扛着所有人上来过去给简单 然后露的大招套给蜘蛛了 虽然反手是秒权的 如果中路打起来的话是阿奇没有死 但是Maple这个位置很危险 两段交位一波 来 掉走了 剩两个大招 这波Maple如果不死 诶 姐姐是捡到了蜘蛛蛋 蜘蛛蛋 蜘蛛蛋 蜘蛛蛋帮忙还扛了一下艾奇的打 有没有机会抓到那伞 那没了 那是拼死也要杀了你了 保留一下队友 蜘蛛蛋这一波是能走的 但这一波虽然Maple阵亡了 但是已经没有地图资源可以争夺了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坏 对 而且这是33分钟他死的第一次 真的 我觉得Maple这局依然保持了自己超高的水准 对 勾引掉了斯塔克的这个闪现 这个闪现 扎梁的嘲讽闪现真的是团战一大力气 现在就要扛到 通过这个大龙muff去扛到Maple复活 就扛到Maple复活 Maple复活 龙muff结束 自己的装备已经完全可以给你打正面的时候 诶 勒芬上去 英雄登场给的是高地上面 想要开团 这波卷高地 可以拆塔吧 硬拆 拆塔吧 硬拆 拆掉 但是Levy这个 哇 没有交出天外贵线 直接被表了 这边顺势一个反打 高地塔还没有被拆掉 Betty的状态非常好 Betty的状态非常好 一直在给加速 卡玛又给了个加速 一直等下一个奥数月圈 没有Q到 那应该是没有了 没有继续追击的能力了 那这波反打成功反上掉了 两个又粉碎掉了GM的一个希望 这家里奥还是太着急了 就如果他单枪匹马的往上面直接跃高地的话 其实闪天狼正中下 我觉得闪天狼非常希望加量直接上来 这一波要反推高地了 这一波要反推高地了 20秒的复活时间 真的 高地要推掉 而且上下两路的兵线都不是特别好 对于GM来讲 瑞兹也来了 这波瑞兹来了 直接要拆高地 有机会 这一波 双C撞得还不错 要机把技能放完了 已经没有技能可以手卡了 那这样的话 高地塔直接被拆掉 闪天狼率先 好像要率先破一路了 走了吗 这波好稳啊 走了走了 看见加量复活 这一波选的车退 一技能是练到了 直接做大招 奥数跃迁 诶 全部都走掉了 帅 是的 我觉得啊 就是GM这支队伍打到现在 我们看 他们有比较强的操作 有很强的前进取得优势能力 但他们终结比赛能力 确实差了一些 看一下这一波 又是冲动使然 勒弗兰上去之后 Betty的一个一脸被打了一套 让加量以为有机会 但是Betty早早通过这个卡尔玛的步顿 以及治疗术 拉开了身位 虚弱也给到了一个妖姬身上 所以伤害肯定是秒不掉的 这时候反而是BB弹的一个嘲讽 瞬间是让队友的激活 秒掉了这个蜘蛛女皇 蜘蛛女皇连飞天都没有用出来 还是太冲动了吧 就高地上面想直接把这个 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拿塔还想拿团的胜利 一定要保持任性 现在打团就是要看保持任性 刚才刚好这一波兵线已经结束了 所以队友为了掩护他 然后继续去推塔的时候已经扛塔了 对 而GM这边真的直接有一个前排肉的队 如果这个家里奥没有占前盘帮队 帮队友扛伤害的话 其实他们的后排真的是非常脆的 来 正面打一套 现在勒弗兰的伤害 已经越来越不足以对队友造成威胁了 一套打上去 Betty这边掉了不到半血 其实这个艾希 我觉得这一局的装备还蛮好的 但是他又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就他每一局都被偷 你发现没有 他每一波团一不小心就被一再偷掉了 他没有前排 一套二奥可以直接一上脸来打一个先手 而且带着五层的被动攻速 这个艾希反而是对拼的时候完全拼不过一套二奥的 我觉得几个方面吧 第一是终结比赛能力不够强 第二是这局龙刷的也不够友善 你说现在要是三条风龙 三条土龙或者三条火龙 我觉得这个比赛可能沈浪也不会扛到现在 但沈浪确实在劣势的情况下 这局处理的也很不错 我觉得可能GM这支队 不是特别能够利用特别好风龙的队 就是一支队伍 就他可能拿个火龙或者拿个土龙的话 比较容易利用好 但是拿个风龙 其实他们利用的起来的话 效率没有那么高 远古巨龙这个时候八千多的血 蜘蛛在侧面 这波有没有机会看一下烟雾弹给到下 先杀蜘蛛 蜘蛛天然飞剑落下来 落点再打 英雄登场直接给的是后面的阿奇 英雄登场下来之后 艾希输出力对远古巨龙 远古巨龙的仇恨还在GM身上 这一波GNL的阵性保持得不错 想把龙先Rush掉吗 我觉得这个想多了 被Q了一下 射到了 哇 路路 这个远古巨龙 加上英雄的Poke 这一波被分割了 斯坦克不敢站在前面 斯坦克完全不敢站在前面 那这样的话 其实现在 在闪电狼这群防御有优势 想先秒没破 想先秒没破 上面检验出世界没秒 路的闪光就没给他打中 不太可能吧 艾希完全没有输出环境 这一波完全抛弃了自己的ADC去打 很不明智啊 漂亮 闪电狼这边 应该是要把这波团战收下来了 没了 站起来还是死啊 没闪现的 必死的 提前预判的大招刮完 这种闪电狼高歌猛进 38分钟经济完成 反超想要过去终结比赛了 是的 剩下加利奥一个人 有点难受 这一局闪电狼的翻盘真的是太经典了 生死局啊 不愧是生死局啊 这一局打的真是精彩啊 两边队伍都很精彩 虽然我觉得失误是有 但是 这个剧情的急转之下 跟最后的反转 让关注真的看得非常过瘾 加利奥还想尝试守住这边的基地 但是被大河特利斯选择 被一队长直接点死了 梅亚只剩一座 被破掉之后 GM也没有办法 闪电狼终于 可以在本次军中冠军赛场亮出他们的标志 拿到宝贵的一分 恭喜闪电狼 这一支队伍 原来我们知道他们很爱亮这个标志 终于今天有机会让他们亮一下标志 我相信所有喜欢闪电狼的粉丝 跟他们的战队的管理人员 跟所有的IMS赛区的这个观众都松了一口气 这场比赛真的是密血一线 差一点点就输了 如果不是GM那一波的音乐塔 给到了小天囊的机会 小天囊这一局几乎是翻不了盘的 以及Betty 我觉得今天这个一嘴尔的发挥水准很高 真的 这个一嘴尔的水准很高 等到了一波机会 真的是等到那一波机会 就拿完三杀 哇 好了 这个比赛就是我的了 我就是这个 就是我拿到三杀好了 这局比赛我可以拿下来了 哇 恭喜电狼 我们来期待一下下一场比赛 哇 恭喜闪电狼拿下来这场比赛 其实没有料到 老实说我看一半的时候 我球在闪电狼输定了 对 刚刚其实已经 有点看不到比赛了感觉 然后 我觉得翻盘这件事情 有两个 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翻盘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对手失误 一种是这个对方的阵容 或者是两方的阵容造成了 有潜在的可能性的翻盘 你这把来说 我觉得是Gibaba Marine 这边的失误大了一些 对 我同意 就跟前面说了 两个对手的前期交锋会特别多 但中期的话 会有一些决策上的事物 而我觉得 怎么说呢 GNM这场 位置场 从他们开局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一个想法很多 并且准备很充分的队伍 但是 周后期的兵线上的细节 我觉得他们是处理的 还是有一些瑕疵的 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 但是 从他们开局那个设计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 大家关注的一个支队 是的 是的 因为我觉得在阵容的选择上面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已经能够预料到 咪咪蛋会选择一个圣了 因为 上单英雄ban的够多 然后接下来 就是咪咪蛋这边 缩线的非常非常窄 但其实圣老实说 在这一局比赛里面 绝不能算是一个非常理想的Pick 对 因为九筒是两边 其实同时 上单都很爱用的英雄 这一手 闪电狼在红色帮自己BAN掉了以后 造成了后面命弹选圣 那我觉得 GIGABY MARINE这边的思路是 思路是真的很让我们可以去学习 就是说 一个圣的重点 我们一直在强调 圣现在已经不是以一个 传送作为保护的反手技能 而是你选的圣 你要主动的去打出一些 用圣的当地去打多打少 其实反过来说 反而是GIGABY MARINE 表现得比较好 因为他们多次的利用一个 其实没有人用过的 妖姬踏进去 给家里要跳大招那一下 因为家里要跳大招的设计 本身就是为了 如果跳大招可以直接往你后面飞 那个大招太苦了 他需要有一个队友 当作一个落地点 但是什么英雄可以进去 然后给一个落地点 又会很安全地退出来 就是妖姬的一个W的一个技能 对 就真的很有想法 包括他们能不能有这么快速 能练出一个英雄来 但是这局 神力拉能够翻盘 也是在于他们后期 这个ED的发挥非常不错了 是的 我们前面狂乃了一波 说他的表现 其实并没有不如预期 就是没有carry什么种种的 说了一圈 然后昨天的表现确实也不是非常亮眼 但这场比赛确实是 他把神力拉能从这个翻车的边缘中拯救了回来 对 必得不说 这把虽然秘密战的确也成了一个突破口 但是关键的在中路二塔前面的一个一闪 嘲讽到了寒冰 然后ED跟上一个输出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翻盘点 就是抓到对方的失误 以及第二个就是 杯体在有一波他们被开了以后 然后在撤退的过程中 他选择把寒冰换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因为那波如果没有快到寒冰 闪电狼可能至少是掉一路的高低 甚至有两路或者是一波的可能性 好 那这场比赛来说的话呢 其实闪电狼翻牌 让大家意料之外吧 因为原本可能就是这场比赛 以前面的进程来说的话 大致上大家都觉得 闪电狼应该是不太行了 那他这样绝地反攻的话呢 至少保住了这一场 同时我觉得在团队的士气上面 应该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变了 那么我们马上来欢迎人动为我们 带来这场比赛的赛后采访 好的 感谢长毛 我们在赛后也是采访到了 神代狼队的打野选手 KASA 欢迎KASA 好的 那么可以看到这场比赛的话 你们的对手GM上来之后 是选择了一个在这个版本很少见的换线 你感觉这个换线的话 给你们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麻烦呢 主要是我们上路一开始被换线 然后开场就掉了一血 所以我们在节奏上是有点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而且对方这场比赛的话 很针对这个咪咪蛋选手 感觉他在这场比赛的话 被针对这么厉害 队伍是怎么样处理的 因为他被注到有点心态小崩了 然后我们就努力的 我们就努力的说 就我们大家都在说 我们后期团战会赢 就是我们角色会比较强一点 好的 那么可以看到GM这个队伍的话 在本次大赛上 给人感觉是眼前一亮 他们选择了一个特别喜欢打架的一套阵容 你感觉这个队伍给你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麻烦呢 因为他们前期进攻意识非常的强大 就是他们想要靠前期拿到巨大的勇士 然后赢下比赛 所以我们前面会打得比较保守一点 但是这场确实是被他们一些套路打到有点惨 那电狼的很多粉丝也是很关心现在队伍的一个状态 你感觉现在队伍的状态调整得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今天拿到了首胜 所以我觉得我们状态会慢慢的变好 因为昨天两场比赛 其实都是有一些可惜的地方 特别是第二场我们有巨大的优势 但是我们没有拿到大龙 然后也没有推到对方的高地 好了我们再次恭喜电狼获得了比赛胜利 也感谢KASA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希望神奈狼可以在下个队伍TSM的时候取得好成绩 谢谢 谢谢 好 非常谢谢人动以及洛峰为我们带来的赛后采访 长得挺像的 好 那么呢 这个KASA也是谈到 他们的看法也是一样 今天拿到了这一场比赛 对他们的士气来说一定是有一个改善的 那就来看电狼接下来 能不能像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能够越走越好吧 好 那这场比赛告了一个段落 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下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们马上回来